今天基本上水氣還是蠻少的偏東風 讓臺灣整個西半部都蠻暖的 都有機會來到三十到三十二度 尤其水氣偏少 基本上宜蘭花蓮北海岸 以及中南部山區都非常零星的降雨 但是今天晚間開始 水氣增多 東北季風增強 從禮拜五一路到禮拜一 尤其北東就會轉得比較濕涼 甚至高溫只剩二十五到二十六度 因此來看看 今天主要的雨量累積是蠻偏少的 下張圖表我們來看看 基本上主要降雨的地方 大概在花蓮 但非常的零星 尤其今天已經創到了 是入秋以來平地的最低溫 今天在新竹的關係 只剩下十五點九度 因為受到輻射冷卻的影響 而高溫的部分 也比昨天來的低 高雄三十三度 那麼新北以及新竹 大概只有三十一三十二度左右 週末甚至高溫都不到三十度 我們來看看未來這個雨勢 從今天晚間開始 水氣帶下來 再加上東北季風增強 今天基本上整個東半部 明天同樣的一封面 還是北部跟東部 尤其在花蓮以及宜蘭的地方 有機會局部的大雨會出現 而再加上冷空氣降下來 到時候整個週末 對於北部東部都是 濕濕涼涼的 再加上華南雲雨帶 水氣的影響 西半部漸漸也沒有這麼熱 尤其禮拜天 中部跟南部也會有感的降溫 到時候高溫可能只剩下 二十六到二十八度 因此溫度的變化也蠻大 來看看北台灣今天 基本上還有三十度 那麼明天開始 大概剩二十七到二十八度 尤其最涼的一天 在禮拜天 在北部跟東部 高溫只剩下二十四到二十五度 而中南部 基本上在禮拜六之前影響不大 還是都有機會來到三十到三十一度 但是禮拜天再加上華南雲雨帶的影響 中部的高溫大概只剩下二十五度 南部也跌到剩二十七二十八度 因此未來一整週簡單來說 今天基本上還是受到偏東風的影響 明天開始東北季風增強 那麼禮拜天開始 再加上華南雲雨帶 比較不穩定的天氣 要等到禮拜二 才有機會逐漸恢復穩定 以上是這一節的準氣象